辛柔 哇 辛柔 小心小心 來來來 先到舞台上來 好 先拍照 來 請到舞台中央 光圈圈就很棒的系列 其實我們要延伸到華登初上 從華登初上直到現在 很棒的原本人馬在加入心血 同時有不同的企劃 上次我們在錄影看到了女明星去野營 去砍竹子 做竹子飯 然後要體驗不同的日常 那種生活很特別 但這次要開的是一個寵物友善的民宿 相信也有更多的故事要發生 待會讓總製作人親自跟大家介紹一下 好 也請辛柔照顧一下台下的攝影大哥 大家很早就來卡位 很辛苦 好 笑容來一點 好 也跟旁邊的粉絲揮揮手 現場度過的群眾 最美的店長 好 今天就以我們三男一女 大嘴巴的一個陣仗來 好笑 來來來 各就各位 好 請大家 靠近一點啊 靠近一點 辛苦了 很熱 可以嗎 幫我們試個聲音嗎 謝謝 可以嗎 可以嗎 聲音可以嗎 聲音可以嗎 新錄機要不要先說一下 幫忙 幫忙 沒一點啊 美一點啊 就顏值啊 沒有啦 因為就是想要給大家一個比較不一樣的感覺 之前露營是我們光了小姐嘛 然後現在這次要開民宿就可以 希望能夠更多不同的朋友可以一起來加入 因為跟Eric 本來就很熟 對 然後廣城 對 然後浩森是第一次合作 然後大家也都合作得非常愉快 是嗎 有愉快嗎 超好玩 超好玩 浩森也有愉快嗎 有愉快嗎 我超愉快 我很喜歡被他們 就跟大家玩在一起 然後他們都說我會走心 我會走心 對對對 對對對 越來越融入 從第一次剛剛來 因為他 就是跟我們都不熟 然後就有點比較怕生 然後到後面就是 完全自來熟 那在職務上分配啊 就是大家自己也覺得都 習慣上手嗎 因為Eric是會處理這一點沒問題 那另外兩位是覺得 自己這份工作的職務 是當時有沒有想說 欸怎麼會是這一個這樣 我就是抱著學習的心態 對 然後想說 讓這個角色有一個成長群線也好 哈哈哈哈 那嚴格說那個Eric會很嚴格嗎 你覺得呢 你有嚴格嗎 我覺得我可能一開始有一點 然後後面都還好 算蠻嚴格的 算蠻嚴格的 我覺得 有的是我們在旁邊走來走去看到 會聽到他在教訓門 沒有 他那個教訓人 就是在念念念那樣子 因為要做給客人吃 所以一定要很完整 對對對 因為他就是屬於 比較要求完美 那如果是平常我們自己員工餐的話 大家就比較捨立這樣子 那Eric兄會到怎麼樣去 也沒有兄 其實節目應該有剪出來 到時候再看 把兄的剪成一集 在節目裡面 他經過Eric 調教覺得可以廣程 可以給幾分 我覺得後面如果到十分的話 有個九分 哪有那麼高 我們沒有聽客套 店長有意見 店長有 九分的認真 認真 認真 認真不代表就是做得好 就是態度很好 可以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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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覺得大家之前住在一起 覺得這個 因為白天看到就工作一樣 晚上更忙 下班更忙 我們通常都走一個下班更忙的路線 因為全部下班之後 他們就會到我們 我們都住宿舍 男生一起住 女生一起住 但因為女生的房間比較大 我們中間有一個很大的 我是比較大的 是Bas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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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單人床 他們是黏在一起的那一種 躺直直的那一種 但這不是我安排的 然後女生就比較大 中間有一個很大的 就是像客廳 對所以晚上大家 全部洗漱完畢之後 就到我們那個房間來 聊聊今天的一些過程 這樣子 所以很忙 那鮮美姐 一天結束之後 你們會開什麼檢討會之類的嗎 會啊 就是在我們有吃飯的時間 吃飯的時間我們就會檢討 今天對於 那個客人的招待怎麼樣啊 或者是覺得說今天上菜啊 什麼順序啊 都是會照正常的程序都有 那有沒有誰被檢討最多 誰被檢討最多啊 易涵有被檢討 因為他活動組的 對他講沒來的 他是活動組的嘛 然後他又 他必須要很 做出讓我們 營造出讓我們很有興趣 去加入了這個 但又不能講什麼 所以這是他難的地方 我們通常都是比較喜歡 懶在民宿裡面不要動的那種 這一次我們看到好幾個大咖 連友朋哥新聞就請來了 你花十多段時間說服我 錢嗎 沒有錢 沒有錢 沒有時間 其實還好耶 因為上一次就已經想要找他了 但他的時間趕不上 然後這一次再跟他提他就麻煩 他當導演我挺了大肚子 我都去幫他拍戲了 不能來參加我一集節目嗎 對啊 對啊 那因為剛剛其實看到 因為寵物有一下民宿 其實有寵物 然後是不是還有小孩 還有一些藝人 都一起參與 說真的在面對哪一個部分的話 會覺得是比較困難的 應該鱷魚吧 對啊 我們要幫鱷魚洗澡 對啊 而且真的是完全不知道 是什麼東西 因為我有說過嘛 我都不會知道那個 節目具體的內容 然後只有給我們入住通知說 今天有一個零食喔 然後妹妹會來 然後妹妹五歲 他要玩水 他要吃鮭魚 生鮭魚 我們還想說是Sashimi嗎 我們要去買Sashimi什麼的 結果他一來我看是空的 我就有點不妙的預感 沒想要打開 是一隻這麼大隻的鱷魚 就真的有點嚇到 所以我談很遠 然後主要是那個鱷魚 鱷魚老師說 這個鱷魚當溫水 他不咬人的 他手上全部都成8 沒有那是別隻 對 他養了七隻鱷魚 所以你們最後有人真的敢痛嗎 我們有 我們有幫他刷澡 但我都一直刷尾巴的地方 我沒看到那個短短還跑到他的嘴巴前面 他把我們給嚇死了 Ari 這次除了寵物之外 還有很多小朋友 你覺得現在對小朋友的相處上 有算是見習到嗎 有耶 我覺得小朋友好可愛喔 這次來是有六個 他們一三五七九 得年紀得差 然後每一個小孩都非常的可愛 教得很好 所以反而會更有想生念頭嗎 還是會 都已經要生了還想生的念頭 我想就是會不會想再多生一點 對 喜歡小孩 可以啊那麼年輕 多生幾個人 10 對 那你想問一下就是實事題 因為最近那個迷途持續發酵 那不知道要新入境 對 最近這個議題真的是 我覺得蠻嚴重的 我只是覺得不管是 突然有聲音 不管是男性女性 在職場上遇到一些你覺得不能忍受 你覺得被騷擾 然後不公平的對待 你一定要知道你自己有說不的權利 一定要勇於說不 然後不要因為害怕不敢說 然後自己一直在那漩渦裡 因為我看到最近出來報的都 可能都是時間有點久 那在這麼長的時間 你一直在受到那個心裡很痛苦的那個掙扎 我覺得是非常辛苦也非常可憐的 所以我覺得不管發生什麼事情 在當下你就一定要勇敢的說出來 了解 因為大家合作藝人都蠻多 那有沒有自己合作的對象有發聲 或是聽過類似的 我沒有欸 然後包括我本身也沒有遇到過 所以 對啊 那因為最新就是有一個 有兩個網友指出 就是好像佑聖也有做 關於對 就是比較新的今天才出來的消息 我沒看到欸 對不起 不會不會 我們今天要關開門 謝謝 好好 我們我們關開門也沒有職場霸凌 沒有吧 沒有吧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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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可能 你都最愛我了 沒有 我們是友善民宿 真的嗎 好 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鄧琳 浩森 廣辰 艾瑞 李馨如 有請四位 包括了店長 包括了餐飲總監 首席大廚以及房務總管 好 來四位請上台就位 我們先請四個人先拍一張合照 先拍一張合照 來 廣辰到我這邊 好 對對對 好 廣辰到我這邊 好 來 大家往前站一點 往前站一點 中心點在那邊 好 好 好 Eric要換個位子 跟馨如換個位子 好 請四位看全貌 先來拍一張合照 也感謝許多的嘉賓麗麟 剛剛很驚喜的看到了 有傳說中的蘇友童 真的出現了 Aquila 國民姐夫 還有看到送雲化啦 仁蓉軒 仁家軒姐妹檔啦 還有很多很多厲害的李仁哥 還要上飛機 徐韋寧還有爬樹 現在這個演藝圈那裡 滿特別的 徐韋寧就不演戲去爬樹 OK 這個是很有趣 不過這也就是好玩的地方 這些大咖都長得不一樣 變得不一樣 還要面對鱷魚 還要面對徐哥的爬蟲 還要面對雞毛 來 請看左前方 謝謝大家的付出 很認真 好 還有哪邊需要視線 中間 請看中間白色衣服的 好 請看右邊有四台相機 四台右邊 好 舉手的 請四位偶像 男神 女神 看一下右前方的粉絲 還有路過的朋友 幫我們配合一下 下週六二晚上八點起 全世界 來 左邊 左邊 全世界都看得到 方開門 球衣服的重點 有算民術 不過這個民術 非一般接待的是 不一樣的客人 再回到中間 好 謝謝 好 現在要邀請四位 繼續跟大家深入分享一下 參與這一個特別的 期待